这就是担任我国空防第一线主力的F51战斗机 它的性能优越,最大航速可以达到音速的1.6倍 最高可以爬升到36000英尺的高空 由于它的机型轻便,操作灵活,专门擅长中低功的缠斗 二十多年来,它和一百多架的F104新式战斗机 同在我国空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民国63年开始,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中心和美国诺斯洛普公司合作 生产出第一架F51战斗机之后 一直到去年的1月停止生产的十几年当中 一共生产了200多架 这种素有自由道士之称的战斗机 它的优点是成本低,性能优越 素有自由道士之称的战斗机 它的优点是成本低,性能优越,活力强大,保养容易 而且由于当初在开发F51的时候 就是针对米格21的弱点而设计的 也就是特别加强F51在中低空缠斗的时候的运动性和火力上 因此能够有效地压制米格21 而号称米格21的可行 十多年来F51一直受到自由世界20多个国家的重用 我国政府在民国68年运用海内外同胞捐献的爱国基金 购买F51战斗机编成了著名的空军自强中队 主要的任务包括了海空警戒 初级待命,海峡巡逻,大陆沿海侦巡 以及支援海军作战 充分地发挥了F51对于我空防的重要性 F51的优点是体积小,操纵灵活 再配上迷彩的涂装 在空中很难被发现 最适合中低空缠斗 但是因为F51机上的两具J85涡轮喷射发动机 所提供的总推力只有一万磅 因此在爬升率和最大航速上都受到了限制 在高工作站的时候 如果遭遇到了米格21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谢谢大家 给你看 我拜拜 我 我们把 我